十五太陽報 打風無巴士惡漢偶兩車長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4本報信 打風無車開 惡客怒打狗巴兩名車長洩憤 昨晚七時許 在八號風球下 一名中年漢在天水圍巴士總站 而因巴士已暫停服務 無法乘巴士回家 姓盧之下 有人憤然將一名姓林 車長推倒地傷 林手捕受傷 其間 另一名姓莫 車長見藏學指 為對方則高呼 我無得罪你及我無傷害你 據悉 該名中年漢身邊的一名婦人 他多次試圖勸左 並高聲勸他說 走啦 為官市民不停地問 報徒等斥 H 當獲知有市民幾報案時 惡漢形囂張地帶叫 報多次啦 事後途去無中其後 有人竟出手猛推勝幕車長 將他推倒落地後 更向其掌握 幕頭部及手腳受傷 再為官的市民及車長隨即學指 並質問 你做什麼打人呀 惡漢襲擊動與旁人理論 最後在警員到場前 惡漢已逃去 警方正展開追查 九巴發言人表示 嚴正譴責暴力襲擊前線同事的行為 會盡力協助警方執控 昨晚7時許在天 H 總站 一名男子查問巴士班次事宜期間 襲擊一名站長及一名265B線車長 車長受傷倒地 送院救治 九巴以報警 警方正追查涉判男子 車長受傷 警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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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